我们要去的是四川 阿坝 藏族 枪族自治州 九寨沟 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但是大自然是无情的 就在几年前还发生过地震等一些的自然灾害 几年过去了 现在九寨沟昔日的美景又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不仅如此 还吸引来了一些神秘的来客 他们频繁地到来 为什么呢 又是谁呢 一起来看 欢迎聆听 重大综艺动物来了之 九寨沟的水月章 这里的114个湖湖 让我们感受到了咕咕的热情 孩子的静命 三流的低音浅唱 我们大熊猫常年生活在这附近 每次途经这里都是越听越享受呢 这里的每一处水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听说最近那里还频频出现神秘来客 平静的水面又会有什么样的波澜呢 找到萧老师 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萧老师在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长期从事水环境研究工作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今天就来会会这些神秘的朋友 哇 原来是水塔兄弟 如此神秘的水塔兄弟竟然会在这边转了个湖里游泳 还是白天 这可少见 当地保护人员在2017年九寨沟地震前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观察到过水塔和其分变 那么正后水塔频繁出现 能适用那边的环境吗 2017年九寨就发生7年零级地震 这个火花海出现崩堤 由原来的翠海相对于变成一个河岛 但是通过我们三年的科学重建 火花海又补装归来 我们对火花海霸体在监测过程中 曾经两三次发现它在里面习性 它的存在相对于是标明我们水体生态系统 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 标明我九寨沟的火花海修复是成功的 看样子 这里已经是水塔门的大型水上乐园了 那水塔门如何生活才会更加舒适呢 野生动物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可是蛮高的 九寨沟欧亚水塔分布比较广泛 因为我们九寨沟有比较适合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同时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 比如说鱼类 两栖类 不得不佩服 这些水塔可太会选地方了 而且科研人员一般会去寻找分辨的痕迹 会随时了解它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外相机 看到没有 作为淡水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 水塔对九寨沟的淡水生态系统 以及生态功能调节 可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这也更将说明 九寨沟国家及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已经基本恢复 希望九寨沟的水塔们 可以在这里搁着幸福的小日子 第一题关回水塔 停了 请问 水塔在九寨沟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哪里呢 卷向A 河道两侧的石头滩 卷向B 湖泊中的树干周围 选项C 瀑布下方的洞穴 听显双方的判断 C A B 都有 A C B 都有 科学家为水塔们准备了一个小洞穴 就是说供他们迁徙 我觉得人嘛肯定得有两手准备 对吧 对 对 说别人给我提提供了一套 那我自己也得有一套 我觉得自己那一套就是那个洞穴 从外相机拍摄到的地方 也是石头比较多的地方 石头嘛 比较结实 河道两侧 因为有河 所以说它环境肯定是不错的 是 它触及我知识的盲区了 但是我觉得假如我是一只水塔 如果让我选一个草 我肯定选B 不 你不是水塔 你至少是海巷 你太壮了 首先你想第一个 石头摊那么个那么硬 然后还有天敌 万一太阳要是暴晒了 那石头滚烫滚烫的 对 对 对 所以说如果我是水塔 不选那儿 很好很好 然后瀑布下的洞穴吧 毕竟我是为了生存 我肯定不是为了躲这个瀑布下面去修炼 排出法我觉得是B 验证一下 水塔在九寨沟主要的活动区域 是湖泊中的树干周围 因为九寨沟保护区独特的环境 水塔主要在湖泊附近生活 在瀑布下方 水塔的食物叫声 它们一般不会去到那里 正确答案B 来吧 加分了 各自加上十分